那时候 耶稣来到了 菲利伯的凯瑟勒亚井内 就问门徒说 人们说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习子若汉 有人说是厄里亚 也有人说是 耶勒米亚 或仙之中的一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满伯德鲁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 启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给你说 你是伯德鲁 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 绝不能战胜他 我要将天国的钥匙 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在地上